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要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耶稣 因为祂是我们依靠的力量 我们的暴涨 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主耶稣 因为祂是我们的一切 我们来到祂的面前 我们要赞美祂 因为祂是我们的高养 哈利路亚 祂爱我们的心们 我们要赞美敬拜我们的主耶稣 哈利路亚 祂是我们依靠你力量 祂是我们心求的保障 祂是我们的一切 祂是我们的一切 祂是我们的家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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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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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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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靠雅 被子打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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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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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主耶稣 今天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能够敬拜你 我们能够赞美你 因为你陪着我们敬拜 我们赞美 Hallelujah 感谢你你是我的一切 Hallelujah Hallelujah 感谢你主耶稣 有一个女孩 她是叫Mary Jones 她是九岁 她住在英国 她很喜欢圣经 她很喜欢有一个圣经 然后 九岁的女孩 她去做过 她养记 六年后 她有一个笔钱 然后她急着 交一个名叫Mr.Charles 她要卖一个圣经 因为她很喜欢神的花椅 然后 她要走 一个四十公里的路 去找Mr.Charles 然后她得到 一个圣经 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圣经 神的花椅 神的花椅有能力 有权柄 她的花椅 可以我们明白 所以 我们要一个有信心 要相信她 大山会诺开 她还能够落出来 至我们要相信 大山会诺开 Hallelujah 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耶稣 Hallelujah 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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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赞美我们 你都赞美我们 當选是家的爱 我们高生见到耶稣 你一直都赞 虽然道路去去 不能选主 但我始终生王 你一直都在 无论明白为恨 但这种爱 当我深处将你彼此牵着我 当他追过到海 把爱拥之来 我们当人间讨厌 你一直都在 你受伤的心爱 彰显自家的爱 我要当人间报耶稣 你一直都在 当他追过到海 当他追过到海 大海又不出来 我要当人间报耶稣 你一直都在 不放松不放开 你听话 你听话让我冰坏 你爱我又不更爱 你放松我的心怀 你听话让我冰坏 你听话让我冰坏 你一直都在 你受伤的心爱 我去听话让我冰坏 咱们就在 我要当人间报耶稣 我怕到海 你应该这样 我们天气 我怕到海 我这种相对 你都在这一刻 感谢世界的爱 我要到这天高耶稣 你一直都在 我要到这天高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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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都在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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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感谢他 因为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语 大山会开 大海流出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因为神的话语很有权柄 很有能力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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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心 跟主耶稣说 主耶稣 我们不能够答案你的恩典 主耶稣 我们要跟你说 谢谢你主耶稣 因为你很大爱 很美大 救赎了我们 所以我愿望今天来我们的面前 哈利路亚 你有什么 帮了你恩典 世上的一切 无法缓起你的爱 白白白 祝你得来 独自今世面 请再保险 世上 再次谢谢你主耶稣 我们有什么 放大你恩典 谢谢你主耶稣 世上的一切 无法缓起你的爱 白白 你得来 独自今世面 尽再保险 世上的一切 谢谢你主耶稣 世上的一切 无法缓起你的爱 谢谢你主耶稣 世上的一切 无法缓起你的爱 你主耶稣 世上的一切 无法缓起你的爱 祝你主耶稣 世上的一切 无法缓起你的爱 你主耶稣 世上的一切 无法缓起你的爱 谢谢你 信尽我的罪 谢谢你 引致我伤悲 谢谢你 战断我的眼泪 我去后悔 释放我的颤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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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永生 引致我疏 我去后悔 释放我的颤泪 我去后悔 释放我的颤泪 永远最爱宝贝 哈利路亚 谢谢祢耶稣 哈利路亚 我们能够不能够包在祢的恩前 因为祢的恩前很伟大 祢的恩前就是了我们耶稣 我们只能够谢谢祢耶稣 谢谢祢耶稣 哈利路亚 我怎么能够跟你说谢谢 这一天祢救世了我们 谢谢祢圣救了我们 这一天祢圣 用神代 用神殿 非定才是加上 未来圣救了我们 感谢祢圣 感谢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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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祠祷祷 祢祷祷 memorable elujah thank you jesus a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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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 希望你们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 然后要常常洗手 然后出门要戴口罩 好 那今天呢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礼拜天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天 就是我们敬拜神的一天 好 我们就低头祷告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今天 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机会 可以学习你的话语 求你恩高你不配的仆人 让你的话语能够沉迷我们人生中的力量 我们奉耶稣的命献上感恩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继续在谈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用神的话语 然后呢 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圣经说 在这个马太福音18章18节说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你看 主耶稣再一次地告诉我们 我们的石头所讲的每一句话 都会实现 然后呢 在真言说 生死在石头的前下 喜爱他的彼此他所结的果子 那换句话说 我们所讲的每一句的语言 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要有意思的 不要乱讲 言语呢 是思想与情感的表达 你说 我很讨厌你 你的思想就是很讨厌 你说 你很遭殃 那你的想象就是 希望他得到遭殃 当我们听见对方所说的话 就可以了解 他的思想和情感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的情绪 一个人的情感 可以在他的话语中 可以看得出来 若无法说话或听懂呢 就会因不能互相沟通而感到苦闷 所以 但只要只是说话还不够 我们要说出分享祝福 造就人的话 不应该说出令人遭殃和感到不安的话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 耶稣也告诉我们 你捆绑的就实现 你释放的就实现 一切都在石头下 根据美国大脑专家的研究报告 我很有意思这个 人的脑细胞多达230亿 太多了 在这230亿脑细胞中 有98%都受到研语的影响 你说 哎呀 我不成功啊 我不成功我就不成功了 你说我成功啊 奉耶稣的名 耶稣与我同在 我就成功了 所以 所以这个很重要 最近呢 医学界根据呢 脑部研语中 七神经支持 所有神经系统的学说 开发了研语治疗法 专门研究 研语如何支配我们的神经 就是说 我们讲话 我们听话 我们就会 关键到我们的脑海里面 人体有各种 神经系统 如 视觉 听觉 感官 然后 喜怒 哀乐等 都会受到 研语的影响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明白 神已经为我们 预备好一切 祂教导我们 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 祂教导我们 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 在真言 是第四章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国效 是由心发出来的 你的心 要干净 你的心要圣洁 你的心要充满着怜悯 那你怜悯的心 你的嘴巴就会讲出来 所以圣经从 颜古以前就告诉我们 颜语中呢 七神经对我们的人生 发挥绝对的影响力 还没有这个医学 发明的时候 圣经已经告诉我们 到了现代呢 脑细胞专家 也证实了 脑部严重 七神经支持 所有神经系统 所以 今天我想告诉你 我们 我们呢 很感恩 我们的圣经呢 是非常的了不起的 所以 我们说出什么样的话 事情就会照样实现 若说自己是很差劲 全身就会说 让我们变得差劲吧 既然 中七神经说很差劲 身体就表达得很差劲 若说自己很优秀 那 全身就会说 让我们表现得很优秀 颜语中 七神经说 很优秀 若说自己没有力 就没有力 若说自己有力量 身体就会反映出 有力量的样子 所谓眼影啊 治疗法 就是对病犯说 你的病好了 这种正面的眼影 病犯听了 他的身体就会 朝着方向发展 所以 医科已经慢慢地 研究出这个真理了 但是呢 我们基督徒早就知道了 所以有人说 哎呀 如果对罗范不正知证的 而千临死亡的人说 你要不断地 宣告你的病前例了 那么呢 事情有没有过真理主事 所以圣经早已告诉我们 人心里面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称臣就可以得救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 眼影是表达思想与情感的胜利 但真的思想与情感 也会随着眼影而改变 所以我们啊 要说好话 要多多说出 互相鼓励 带给人勇气 造就阿贝人的话 所以有人说林牧师 你为什么这么喜乐 你为什么这么高兴 你很喜欢称赞人家 我想告诉你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报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字 凡事谢恩 谢恩就是要从我们口里面出来 对不对 我们不能够谢恩 感谢神怎么说 闭嘴不行 我们的嘴巴就是代表我们 所以讲出来的 所以感谢呢 会使我们的好痛 感谢的眼里实际上很多 实际上感谢会使我们凡事信神 感谢神我有这么好的家 感谢神我有这么好的教会 感谢神我有这么好的汽车 感谢神我有这么好的孩子 就是你了 所以凡事都要谢恩 就耶稣 谢谢我们 我们的嘴巴所讲的就是谢谢 所以今天我想告诉你 很多人 没有感恩的一颗心 我们也要为神 实际上永生而感谢神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永生 我们就不能够活得这么喜了 我们因是耶稣 而得着属灵的福气 是不是应该要感恩吗 所以每一次都要感恩 愿颂藏以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祂在基督里 承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 再一次的神赐下属灵的福气 为我们开启永活的道路 外体虽然损坏内心 且一天是心 心是一天的心 所以今天我想想的是 感谢的眼里 可以讨生之意 拥有神 让我们能经历神的祝福 亲爱的听众之外 有人说不是啊 你什么事情都感谢 什么事情都不记得 我在念大二的时候 大二还是大三 我就得到了我的成绩 哎呀我的朋友给我 你考试的成绩 这个以前的时候没有用上五 就给你拿 我接到我的考试 哎呀我拿到八十分 我说感谢主啊 那不幸的朋友说 你感谢主什么 是你自己奋斗勤劳 得他的百分之八十 我就静下来 对啊我们虽然勤劳 但是何其不是神 神灵 智慧 可以念导念书 可以得到百分之八十分 所以我们要献上感恩 翻译感谢献上明记得变成勇猶 那按正我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到我的救助 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啊 神啊就帮助 神就祝福 有一个短短的见证啊 有一个在这个医院里面 他是癌症中心 在的博士 他呢2003年一夜 清天霹雳的事情 发生在他的身上 从此开始一并展开漫长的 不动 我想告诉你 这个李博士呢 发现自己得了癌症 他动了五次的手术 但癌细胞已经 三额狂散到肝瘤 还要再接受四次的电疗 和三次的化疗 他至今复过十二次 必须再动手术 继续与死亡不动 那这个李博士呢 他起初的时候 在想 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是我得到癌症 我为许多病犯 医疗癌症 还有许多事要我做 怎么样可以 就这样的事情呢 为什么是我 他是在韩国 身为韩国癌症的前世 自己先得了癌症 这是令人 不能够想象 但他在抗癌过程中 到了教育 一个人有了癌症 以前是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现在得了癌症 不是了 他到了教育 祷告 很奇怪的 神医治了他 他就痊愈了 最后呢 每一次开刀 每一次看到 得到癌症的病人 还没有开刀之前 就跟他们祷告 跟他们分享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要常常感谢神 不要埋怨 我们要献上感恩 不要疾恨 这是神教导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嘴巴所讲的 每一句话都是要好的 还有第二 我们要赞美 赞美会使我们很痛 赞美神 听神的圣格 我们的阿爸父证明他 他爱我们 所以我们赞美的眼里呢 很重要 会使人很痛 感谢是表达谢意 赞美就是高级对方 我们 赞美我们的神 为什么呢 我们神这么了不起 真的是很棒的 神 所以今天 我们要想唱十歌 因为唱十歌 多半是赞美神 你要到高中 赞美神 神啊 我赞美你 耶稣啊 祢是我的救助 祢对我太好了 所以我们要赞美 第三 我们要怎么呢 好 我们要祝福人 祝福很重要 还有常常为人祝福 愿主耶稣祝福你 神的爱与你同在 在这个过年过节 在主内蒙恩 所以这种话呢很重要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 很喜欢咒诅 我说为什么你名字叫阿狗啊 他说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很多病啊 所以那个庙里面的师父说 我不可以名字要放阿狗 没有阿狗呢 我就活不下去了 你看 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子 这个怕那个怕 然后什么呢 骂孩子 哎呀你这个什么什么 那个动物的名字 个个都放出来 阿猪阿狗全部都讲出来 不要这样子 不要把你这个笨蛋啊 以前我妈妈小的时候也是很这样子 教我们教课的时候 我们读书又不太聪明 所以就骂我们 你怎么笨啊 你是猪啊 你是猪脑啊 不要 我们信主的人 不可以说猪脑 牛脑 什么脑都不可以 我们是人的脑 是耶稣给我们脑 所以今天我们要祝福 祝福我们的孩子 祝福我们的利益 相信神的人 会得到祝福 因为呢 我们最怕要祝福他人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你看 神啊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 祂不是只祝福亚伯拉罕 祂说我祝福你 但是祝福他人 他人也被祝福 我很喜欢我们的耶稣 我们的神啊 祂是非常爱人类的神 所以这个基督教不是西洋教 不是外国人宗教 不是 是全球的人 我常常告诉我们教会的基督神 耶稣很爱我们中国人 非常非常爱我们中国人 现今全球最多信耶稣的人 就是中国人 为什么呢 祂爱我们中国人 所以 神祝福亚伯拉罕之后 祂叫亚伯拉罕说 祝福他人 我去祝福他人 所以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就强大日渐夜圣 才能达你 所以我想告诉你 今天我们的神啊 祂不会丢弃我们 祂也祝福什么呢 那亚伯拉罕的孩子以少 然后他的孙子 什么什么 结下其他人 耶稣 虽然被卖到埃及云雾 但神没弃以他补布 而是高级他成为埃及的财相 成为法老之下 万人之上的高官 你看 可见神是什么呢 爱我们的神 神是怎么样的神 当然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的时候 我们会受到挫折 但是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有人说 神你有祝福我 我吃不饱 穿不温 我一定会失败 我也很贫穷 这类胡言乱饮呢 是不行的 我们不要相信这些 我们接受了神之后 神我以前睡得很穷 但是现在你可以祝福我 但是我要勤劳 不可以耗车烂坐 每天在那边 什么都不做喝咖啡 没有上班 没有做事 那不行 神啊 你是怎么样的 我们不做事 在那个咖啡店喝 喝咖啡要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尽兴尽意 尽力服侍和敬拜神 救病是富有 当我们做的时候 圣就吃富有 因此呢 我们见到人 也要不断地祝福他们 在圣经里面 无法生死的汉娜 在圣殿里痛苦 即使讲 尤利亚问他 你为什么哭汉 你是放酒 你是醉酒的吗 因为我无法生孩子 只是尤利亚就祝福他说 验神迎遵你的向他祈求 结果 汉娜回家后 果然怀疑神的孩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神是祝福我们的神 但是我们的惧怕 也要祝福他人 我们的惧怕都要讲好的话 那最后呢 在结论中 正面言以 可以改变我们人生 正面的 好的 所以我们要养成 说出正面言的好习惯 让我们口中 不断地向神 向人说出 感谢神 赞美神 祝福你 愿神的恩典 与你同在 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跟人的关系 跟事情的关系 都会改变 吉利大师金可拉法的桌子 吉阳人生中有计划 地球上有30亿人口 每天晚上饱着肚子就睡 但有40亿人口 每天晚上渴望听到一句鼓励的话就睡 我看了这个很感动 你看 我们30亿的人口都吃得很饱 好好的睡觉 但是有40亿的人口 希望听到鼓励的话语 勉励的话语 你想想看很重要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请尽可能敞开心来赞美丈夫 妻子和女儿的长处 不要过度 恒时要点 研究她们的长处 来称赞她们 并遮盖她人的短处 这个手指我妈妈常常说 手指都有长短 所以你不要看别人的短处 看看别人的长处 看看自己的短处 所以我总觉得 当我们是这种人生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很有鼓励 很幸福很喜乐的人生 我们要努力说出朝向 正面改变的意愿 当我们多说感谢赞美祝福的话 不但自己会改变 也能将别人改变 这个世界会因此充满着 更多的幸福和喜乐 就算没有大学毕业 就算没有研究所毕业 人人都可以发出感谢赞美和祝福 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实际的这三件事情 我们一定会充满着幸福 美好的事情会不断的发生 圣经就是教导 要长长喜乐 不足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锁定 神既然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 但愿我们都能照祂的旨意 实际上感谢赞美神 称赞我们的周围的人 祝福他们 好 我们先低头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明白主 我们的言议是这么重要的 我们所讲出来每一句话 会实现的 因为你爱我们 我们所捆绑的就会被捆绑 我们所释放的就会释放 今天我们要释放 我们要祷告 奉耶稣的名 希望我们可以战胜这个疫情 这个疫情很快地过去 还有我们也说 主耶稣我们弟兄姊妹得到疾病的 医治他们 保护他们 奉耶稣的名献上感恩 谢谢你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Hallelujah Amen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